小胖哥 小胖哥 想吃小胖跟我说 大家好,我是胖哥 大家好,我是小胖 老铁文,认识吗? 五花肉CP 咱们的老铁也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呢 从山西来到航水做客 来到我的工作室 然后还带了这么多礼品 非常感谢 然后 下次来别带这么多东西了 你说你要有时间我到里面去 你说我封了 拿扫了也不干净 咱俩就不用互相伤害了 咱什么 咱废话不多说 今天呢 你怎么安排呢 今天呢 咱们证明了 这是山西一家的 我们粉底一家的 我拿了四十来个 大家比一比 然后 我也没吃过这个东西 今天 因为是泡尔盖 这个东西不能存很久 所以说今天咱们先把它消灭了 呃 非法我就说 开车 开转滑 咱们把蘸料准备好 这是醋包 哦 还有辣椒油 看 好 这就符合咋子气 哎呀 大口吃 你不累啊 超好吃 嗯 这个来 可以 拿指甲抠一口 打出血了 不用尝 哦 那完了 哈哈 那完了 哈哈 可以 可以吃 东西特别不累 嗯 嗯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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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的结束的差不多 但是在拿的过程当中 他拿了我和几 拿了我和几份 所以说 他比我吃的多 嗯 好是认输的 嗯 哎呀 这个也没奖励啊 赢了也没赢 啊 对 但是咱们还 跟爹爹还是说 东西确实不错 挺好吃 你们当地特产 嗯 然后我们吃的也可以 味道不错 嗯 有时间的话 可以 我能懂 对对对 哈哈 咱们这些事都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好的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 留言关注哦 再见 真不联系 啊